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开始做这些基础的设定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FTP 伺服器 可以很简单的直接使用 在不改变设定档的状况下 把伺服器启动 Service VSFTPD Start OK 那你别忘了 你还要做Check Config VSFTPD 这样启动 起来以后 你可以保证它是开机时是启动的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Check Config -list VSFTPD 你可以看到它在Round Level 2 Round Level 3 Round Level 4 & 5 是启动的 那等一下从开机时 FTPD就会帮你开了 启动之后我们要做测试 所以我用实体机的 终端机在这方面做测试 如果你要看大一点 把它变大一点 那FTPD的客户端可以用 192.168.0.13 这一台应该是13 看一下 这是250 好 连上去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电脑 在测试的时候 没有FTPD这个指令 你可以用 YUWAM Install FTPD就好 三个字 它是客户端 它登入的时候 有两种状况 如果我们用一个 有账号的一个状况 来看的话 在这台电脑上 应该有个账号 就是GIMMY 密码是PASSWORD 这是你建立使用者的密码 你可以看到它 预设来说 无法进入加目录 它没有办法进入目录 Jimmy Home Home Jimmy 为什么 这是S11的设定 Ctrl D退出来 再来一次 我现在进入的地方是 用FTP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就是 Anonymous的Root 而这个Anonymous 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它的密码 一定要写一个电子邮件 等一下它告诉你 怎么取消它 好 我就随便写电子的地址 我就登入成功了 LS进来 会看到一个Pub目录 Pub目录在哪里 翻过来 可以看到这边有Pub 好 换句话说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VAR FTP 当你没有做任何设定时 看到的就是VAR FTP 你要做测试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建立一个目录 MKDIR Test 然后你看在这个地方 再LS一次 你可以看到Test 可以吗 这样你就知道 它所在的目录位置 就是VAR FTP 这是一般登入的状况 我当然可以进到Pub里面 去进行下载 CD Pub 成功 LS 空的 空的 本来就是空的嘛 我还没有做任何的答案 可以让它下载 下载是一回事 上传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 是一期示范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要谈 那么首先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基础的设定档位置 把它打开 关闭等等 如果你看 我把它关闭 我先退出 我把它伺服器关闭 stop 好 关闭了 关闭之后 你可以看到登入的时候 就连线被拒绝 这是你该做的测试 如果我把它打开 看一下 Net Stat Dash T L N P T TCP L Listen N 用号码 P 显示 程序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对于 FTP 伺服器 在这边 程序编号 2774 它Listen 在所有 IPv4 网卡 包含 127.0.0.1 以及 这台电脑 250 的 21 P 而且是 TCP 21 P 程序编号 在这里 可以吗 这样就表示 伺服器打开了 伺服器关闭之后 这一条 应该就 不在了 这就是 观察伺服器的P 有没有 正常设定的 动作 那么 如果同时 我们这里出现了 防火墙的需求 所以 请你 在进入 FTP 伺服器 就是伺服器 设定之前 请你先把 防火墙 弄好 弄清楚 弄好 弄清楚 我们这里 先看一下 防火墙设定 IPtables 目前这台电脑 没有设任何的防火墙 如果我在 input chain 加上 那个设定 就是连线状态 防火墙的设定 我的 IP 的 网卡 是 Ethernet 所以我就这么说 在 input chain 加一条规则 由 Ethernet 收到的 连线状态为 以建立连线 相关联的连线 它是被接受的 那么 另外 我想要拒绝的是 是 不用以建 我要拒绝的是那种 新连线 跟 不相干连线 的连线 OK 看一下规则 你看 它先接受 以建立连线 跟相关连线的风暴 它要拒绝 所有 不相干 跟新连线要求 这个时候 就算我的防火墙 已经启动 伺服器 也启动 还没有关它 外面的人 已经 连不进来了 再来一次 连不进来了 看到没 连不进来了 连不进来了 如何 让外面的人 可以进来 可以进来 还可以做 其他列表 是需要特殊设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允许 由Ethernet 所收到的 FTP 新连线要求进来 请注意 你不是要 让所有的FTP通 你只要在连线状态 防火墙上 允许 新连线进来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 可以去修改 刚刚的指令 好 这一条 我要加在前面 所以连线状态 叫做新连线 这条规则 放在前面 然后呢 Ethernet 收到的 协定是 TCP 目的地破 是 21 连线状态 为 新连线 看规则 加在前面 所以 接受连线 是接受 FTP的 连线状态 为新连线的风暴 可以进来 注意看 还没有完 连进来 它可以用FTP登入 我随便写一个 使用者账号密码 进来了 LS 却发现 没有办法 列表 没有办法列表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到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是防火墙设定上的特例 仅限于 FTP 因为这是一个连线追踪的过程 如果要让FTP可以过 就要下来 在虚拟机上 特别针对连线追踪功能 FTP的设定 加一个模组 Mode Probe 这个模组名称叫做 Netfilter Connection Track 我们在上课时 应该都跟你提过 这是唯一或是唯二 在NAT或连线追踪时 需要特别照顾的 FTP伺服器的连线模组 其他的连线都没这么麻烦 因为回到刚刚投影片 FTP有一个特殊的状况 这个特殊状况就是 投影片的最后一张 这个特殊的状况就是 他回来的破 是中间的防火墙不了解的 客户端在要求连线的时候 他送过去的时候 就先预告他说 我等一下在49494等你 可是防火墙在中间 并不一定知道 所以他需要特别加个模组 去侦测这里 是否有FTP客户端 跟外面的伺服器说 等一下我在49494等你 这个时候人家送回来的时候 来源破是不可预期的 防火墙也不可预期 就因为他的来源破 是不可预期的 防火墙挡掉他 所以防火墙要另外用一个条件 去依照他之前在这里 所侦测到的讯息 来判断这条连线来的 是不是合法的连线 这样讲有没有听得懂 所以载入这个模组之后 回来再来一次 过了 再看一下 电子邮件 DOS 通了 刚刚没有办法通 现在这样就可以通了 所以请你千万记住 我们除了开始做设定之外 在使用防火墙的时候 你要特别针对FTP 加上下面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叫做Modepro 载入模组NF NetFilter Connection Track FTP 这件事 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这样子我们的防火墙 防护之下 我们的客户端 可以从外面连进来 如果你要拒绝谁 你再把规则加进去就好 现在我要把防火墙 存起来 Service IP Tables Save 这样你就知道 我们以后在CheckConfig的时候 我们在CheckConfig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IP Tables 设为开机时启动 OK 那这样子 我们以后每次开这台虚拟机 它的预设的FTP规则 都会做进去 所以请你千万记住这件事 这是在使用防火墙 你不能说你做的伺服器 没有防火墙 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 这样我们连线的基础设定 已经差不多做完 FTP开了就可以用 你只要把 你所需要让人家下载的 东西丢到Pub里 人家就可以下载了 所以你要让人家下载 你当然需要先 想办法弄一点东西进去 比如说 开个Five Browser 然后在档案系统里面 你可以放到 VAR FTP Pub 好 然后在这里 从乐视桶找一点东西出来 不要丢了压缩档过来 人家在外面 就可以CD 进到Pub 进到Pub 看到这个档案 Entering Passive Mode 看不到 看不到原因在哪里 SC Linus 你在这个时候应该知道 SC Linus 我先快速的改一下 它的Mode 它的Mode 应该是 Read from CIFS FTP NFS Rsync 这种类别 这个类别叫做 Public Content Type 等一下再说 Ls 看到它 Get 这个指令就是下载 3 好 这个抓完了 好 退出 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出了一个3 可以吗 好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上传 上传是 现在目前是不行的 所以 等一下 我们就会谈到别的事情 先到这边